可以了 94年的农历是甲虚狗 9495这两年的六十甲子五行大鹰都是山头火 火是什么呀 我们见到所有的火苗都是向上的 我今晚没见到 看一眼 但是她应该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女孩 四月的话应该也算是春天刚刚蒙春的一些 古人讲年上主命月上主运 所以说她那个月上应该是木 一会儿我在讲下面一个概念 宁愿月色硬梳窗 这是诗词的表现 这话双重含义 第一呢 形容爸爸妈妈给她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先天友好的地方 同时又形容孩子刻苦读书 夏日的夜晚硬色的梳窗刻苦读书 心欲四海赴会光 这个年代跟以前不一样 像我们国家一百年以前的话还重男轻女呢 现在这个时代女孩子做优秀的可以做得更好 八七总统韩国总统都是女的 所以培养她也要到任何时候赋予的智慧的光芒 玄居欲语深圣远 这话有点深 玄查字典应该是天上二十八星宿之一 它应该有它自己的一方天空 这个字念深 上面三个火底一个木字 现代汉语词两章代表至圣的意思 我为什么在这里写字就出处了 甲虚狗山头火 五行甲木就是生火的 所以这一点来说尽管她是女孩 但是我感觉的话 她应该长大成才的时候 绝对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女子 甚至有些地方可以做到有事业有成 木生火组成这个字 我说一个人就知道了 澳门赌王何鸿森就是这个森 所以年上月上才储存这个字 为什么人家起这个字 知其然而要知其所以然 上挂离火下挂迅木 这便是八八六四挂的顶挂 你来到三国城可能也看过汉顶 自古以来我们国家帝王将相 登基的时候都是要拜顶的 其实在易经相书哲学上 告诉一个君子 不管做什么 当效法顶的精神 有所根基有所稳固 那么这个君子 他的内心深处只会有一种正确的人生观 只要他去努力 他的一生也一定是有些收获的 这话也是跟你说 孩子不仅仅是你们的孩子 也是生命的延续 不管在哪个国家 一百年一个世纪 最多五到六是同堂 但是传承下去的绝对不是金钱 我这么说能明白 所以说选举欲与身甚远 一代比一代优秀 学用相和幸福长 读书不能死读书 你们国家不晓得 在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大学生 闭了业 拿着一楼的毕业证书 就是找不着工作 除了体制的问题 自身上不懂得学以致用 所以要读破万卷书 还要行万里路 学以致用 幸福长久 才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寒看林心玄 学用相和 勉励他的 树看林怨月色 应书创 心欲加明 赴慧光 玄局欲于 申圣远 学用相和 幸福长 窗光长 读起来是押韵的 五行讲 木生火的 回去回家挂到哪 东方甲乙木 南方饼丢火 要挂到东面 这叫天人合一 都听得懂 回家挂到东边 东边 我这么慢点感觉的路易来